美元强,一元弱 给你选,你会买机票去日本购买 还是留在香港先 政府公布零售数据就回答你了 3月份消货额按年跌2.9% 差过市场预期很多 没有大妈肚豪肠 珠宝,钟标和名贵礼物仍然是重灾区 这个分类跌得最多 生意按年大跌18.6% 连一项抗跌力较高的化妆品都要跌超过3% 不过不是每样都要跌 这么多东西唯一上升的是 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 它有得升 全球有新智能手机推出 退一退 按年竞升8.8% 虽然零售消货总压按年跌 不过消货量是有得升 即是东西越买越便宜 条街上通了,买东西又便宜了 市民当然开心了 个个都说零售罕冬 不过不是个个做零售都那么惨惨 好似有红盘红坐镇的一田 在3月初公司生意显著下跌 调整商品组合后 4月就止跌回升 5月1号到3号黄金销 生意更加按年增长27% 有分析师说 一些以本地消费者为主的商品 跌势相当全面 声明日元汇率大跌 不止内地客户转场 就连香港人都多了出外旅游 影响本地消费 好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